电容串联输出电路 我们如果把电容放在输入VI跟输出VO之间 那么这就是一个coupling的电路 就是一个偶合电路 它只让这个交流信号流过 你看一下 它只让交流信号流过 它可以把直流就是C1的部分留在 就直流电压会寄在C1上面 那这个的话我们这种作用就是一个高通的滤泊器 就是一个high path的field 就是高频会通过 那通常很多级的放大器都需要这个偶合电容的电路 它就是说让交流成分信号的部分流过去 然后它本身的直流并不会流到下一段下一级的放大器 我们看一下 假如这是一个输入信号 它的平均值中线是在5V 这是一个直流成分是5V 经过这个电容串联输出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C上面的电压 慢慢把直流成分都留在上面 慢慢的去进5V 然后输出的电压呢 就是输出的VO 就是R度上面的电压 到最后一直往这个中线是0的部分去进 到最后就是只剩下AC交流的信号的部分 那这种电路就是最重要的C1这个电容 它必须要够大 它可以慢慢积 然后不管中间的变化的话 它不会掉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它一直往上面积 如果电容太小的话它就会掉下来 那如果掉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种作用 就叫做微分器 那微分器呢 它的电容是够小 所以当你输入一个方波的时候 它充电 然后当它变负的时候 它就放下 因为它的电容比较小 所以它很快就被放电放下来 然后它的输出就变成说 是这个减这个 就变成说只剩下一个边边 就好像一个微分的电路 把这个方波微分以后变成这种 把这个边检测出来 这就是第二种电容串联电路的一个作用